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要一讲到就会很容易讲到拼刺刀 这个是非常心酸的一个问题 有汉阳照步枪的其实都还好 因为他们至少有刺刀可以拼 有些部队是连刺刀都没有 那个时候就只能拼大刀 所以才会有大刀队的故事 最有名的就是在1933年长城看战 第29军大刀队痛看日军的故事 之后伴随着大刀进行取 让大刀队变成了一个象征 说夸张一点 其实就是现在看日神剧的最早版 我之前访问过一位老伯伯 他是曾经以西北军大刀队有过接触 他不愿意公开他的真实姓名 可是他愿意露脸 我们一切遵照老人家的意愿 总之老伯伯他是在看战中期之后 被分发到西北军系统的第69军 这个部队他们的基层干部 很多都是冯玉祥还有石友山的部署 他们下部队以后官兵都要学大刀 齐煤棍木马还有铁棍 他自己感觉到是装备很落后 战力其实是不强 而且他还认为大刀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齐煤棍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有学过 对 不过就像你讲的 我会觉得说拳脚棍棒怎么快得过子弹 可是你为什么会写齐煤棍 因为以前是宪兵 就也有学一些战技什么的 但我都忘光了 回到节目上 不过你讲这些齐煤棍或大刀 我觉得手撕鬼子这种情况就另当别论 真的太强了 你看日神局看太多 不过讲到这个 我之前也曾经在桃园扬美 跟一位张伯伯聊过 他是陕西长安县的 现在应该也是100多岁 他那个时候也是属于西北军的系统 还可以很利落的 就是做出那种被大刀的动作 可是你问他说 他们那个时候跟日本军打的怎么样子 大刀到底有没有办法跟日本军队看 真相有时候是很残酷的 因为他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很落寞的说 他们怎么打 凭火力 凭大刀 其实都是打输 可是你前面提到有一个大刀队 然后痛砍日军的故事 对啊 怎么跟张伯伯讲的好像是两回事 其实这个还是要从属于西北军的 29军开始说起 当年冯玉祥创建西北军的时候 因为枪支弹药不足 再加上刺刀所需要的干材 也比较特殊一点 所以他们非常的缺刺刀 所以就配罚大刀给部队 西北军用的大刀 基本上都是产品宽刃 刀尖倾斜的传统中国刀 1931年918事变的第二天 也就是9月20日 宋泽言那时候率领 他下面的七名降临 通电全国 呼吁要团绝 他还说 宁死不做王国奴 他的富裕 获得那时候中国舆论的一致的好评 日本在占领东北之后 随后又开始步步的进逼 以华北 29军那时候就开始积极的准备抗战 于是副军长 铜林格 这个铜是一个人质编 在一个东 他是满族人 他请来北平的武术家李瑶成 来担任武术教官 李瑶成到了29军以后 就根据大刀的特点 把中国的传统的六合刀法 结合在一起 串了一套叫做五级刀法 这种刀法可以刀劈 又可以当作剑来刺 简单易学 所以真的组织了一支大刀队 对 然后也展开训练 是 那在实战上面的反应怎么样 实战的反应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应该不是太好 不过长久以来都是说 他们打到让日本文风散的 拉回来讲 就是在1933年年初的时候 日本军一路南下 3月3日 任何的成德守军败退 日本只有128人就直接进入到那个时候热河的省会成德 然后就禁闭到长城 第29军负命接返洗风口到马亭域之间的长城 就是这一段线 要阻击日本军的入侵 他辖下的第37师 他的师长是冯志安 向洗风口进发 接着第38师师长是张志忠 就随后跟进 于是第29军的长城抗战 就总共进行了两个月又五天 他们主要的大战主要有三个地方 分别是洗风口 罗文玉 还有一个祖政带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大刀痛侃日本兵的说法 最主要是在洗风口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位于河北尊化东北五十多公里 它的东西两侧都是树立的 是兵家避震之地 所以两个月的时间 主要的战场有三个地方 是 对不对 然后你刚刚提到那个大刀砍日本兵 是发生在洗风口 那这边是怎么打 3月9日 洗风口由第37师109旅的旅长赵登宇来接访 他派出217团的团长王昌海 率着部队前往 结果那个时候在前往的路上 前线的败军就已经溃退了 所以他们的行程受到阻碍 王昌海他就率领部队猛攻 经过了几个小时才把洗风口重新占领 日本军又把他夺回来 就这样得而复失 而且他的部队也死三惨重 这个时候37师的师长冯志安 还有38师的师长张志忠就认为说 29军如果想要取胜 必须要以己之残来克敌之短 要出其不意的打击对手 所以大家就想出来组织大道队来对日本进行夜袭 结果有成功吗 因为听起来感觉是还蛮不错的一个idea 最后29军他们就决定派109旅的旅长赵登宇 指挥这场起洗 除了有37师的王昌海217团之外 还从38师董生坛的224团 也参加了这场战斗 王昌海还有董生坛接到命令以后 就各自在自己的团里面挑了500名的 曾经练过大刀的士兵组成大刀队 他们就只带大刀还有手榴弹 那当然一种说法是说还有带手枪 其余的士兵就做佛力支援 宋哲也相当重视这场战斗 所以那个时候他还下了手遇 第一这次的作战虽死亦关荣 也就是就算战死了还是很关荣的 无论如何都要拼命的保住阵地 不求有功只求能撑 第二不求与19陆军在上海作战的升危 也就是我们没有打到像19陆军这么的好 只求日本不能小看我们 第三国家存亡本军存亡 在此一战关系重大 为了要奖励杀敌 宋哲源他还提出了奖赏的办法 也就是你如果有办法申请一名日本军的话 赏银元100元 如果砍死一个就50对半 以前都说众赏之下必有勇夫 这样效果好不好 3月12日董生坛团长 他就带着224团挑出来的赶死队 首先来到了位于长城小喜风口 它附近有一个叫做三峡子村 还有前站子村的地方 传统的作法就是 当天晚上是农地16 月色非常的明亮 是夜席的好时候 那这里们有一只日本军的寄兵 在这边树营满街都是马 那日军在酣睡的时候 大刀队就很快的解决了日军的哨兵 挥舞着大刀 很快的就冲进了营房 然后扔了手榴弹 接着就趁着大乱之际 就开始劈杀 日本军被打得措手不及 很多人就浮里浮屠的 就做了刀下亡魂 在董生坛的部队 跟日军在厮杀的时候 晚餐海的217团也到了蓝洞子 还有叫白台子的这两个地方 也开始对日军的炮阵地进行攻击 也砍杀了一百多名 正在睡觉的日本炮兵 而且还缴获了大量的火炮 这个是半夜发动的攻势 我觉得有很像 我们之前节目也有提到过 就早期外岛 那个水鬼去摸哨的那种概念 我们长期来所接受到的故事是这样子 可是现在最新的说法研究 一位教授叫江克史 他出了一本书叫 《长城抗战日中档案比较研究》 他里面大量的使用了 日军那个时候的原始档案 还有对国内的战史 这些档案做一个交叉比对 结果他发现到 其实日军的损失并不是太多 29军的这次行动 其实损失是很多的 特别是在日军的有的档案里面 还提到遗失730 也就是有730人 就死在战场上 而且还有大刀被缴获了380口 有的日军档案里面还特别提到 在小规模的白人战的时候 日军平均一个人可以顶4 5个人 等于他是用日军的档案去比对 但我们一开始的那个说法是 国军这边的数据 可是你怎么可以保证说 日军那边的档案 他就是正确 他的可信度就高 日军的数字管理 其实做的是比国军要好很多 我们之前很多集都有讲过数字管理 特别是日军他们在清点战场尸体的时候 是必须要由宪兵来做 目的就是为了要凡子作假 不管怎么样 29军的大刀队的夜袭 那个时候还是被中国的媒体大量的报导 说在这次的行动里面 砍杀了日军数千人 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还说辱获了日军的坦克 因为这个消息上播出去了以后 激发了大家的看日的热忱 那时候有一位作曲家叫麦芯 麦子的麦 新年的芯 他在上海创作了大刀进行曲 这首曲子应该很多人都听过 大刀队也因为这首曲子 所以就名言全国 这样听下来的确对事其实很有帮助 不过你回到现实面 你要用大刀去跟枪炮对打 也真的很不切实际 其实那个时候即便是袭击的部队 我们前面提到就是损失惨重 严格说是不成功的 可是媒体的宣传的后果就是 让很多的中国人觉得说 看战不是想象中那么的艰难 大刀都可以拼演 所以很多人记忆热忱 把家中的或者他们可以得到的大刀 全部都捐出来 可是完全都不知道说 其实大刀对抗先进的武器装备 是完全没有用的 我们上一集有讨论到刺枪术的存费 有提到一位张伯志教官 他是努力推广这一部分 因为他觉得近身肉搏的技巧 在战场上其实是有帮助 我不知道老台能不能请教他 关于大刀部队的看法 张伯志教官他认为 器械不同各有所缠 只要能够熟练的话 应用就可以扬残必短 他还是认为 一定要养成用枪的习惯 万一遇到紧急情况 你只要随手取物 例如女性身上 比如说常常会有带雨伞 你如果遇到了危险的时候 只要图刺就可以保护自己 如果还是用所谓的举背挥打 即使打到了 也不见得具有嚇阻作用 总之他还是认为说 练枪要练成寒家 化物为枪 至于说在战场上的话 那就要看个人的际遇 前面提到大刀队的战果 其实中日双方数据是有出入的 不过这是后代研究 所得出的结果 老实说我们如果去看那时候 大环境 其实你们就会觉得说 大刀队的战机被做大内宣 用来凝聚明星士气 其实也是很合乌常理的 要这么说的确也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残城保卫战本来就是 被称为说中国看几日军的一曲悲歌 大刀队在夜袭之后 那个时候北平天津 还有各个地方的报纸都大家报道 消息都说宋哲元的29军 他们的大刀队 辱获了日军的坦克 天津大公报那个时候还刊登了 大刀队 俘虏了三辆日军坦克的照片 于是所有各个地方都向宋哲元的部队写信 表示祝贺 甚至也还捐了很多的慰绕金 对你说用大刀拿下坦克 这如果放在现在的抗日剧 一定会被说是雷人的情节 不过跟前面提到那个手撕鬼子相比 我觉得其实是有机会的 不是没有 比较离奇的是 其实都没有任何人看到 大刀队所俘虏的日军坦克 我们现在所看得到的照片 照片里面是日军的坦克 旁边倒下来的是 那个时候的国军士官兵 你刚提到那张日军坦克的照片 然后再跟前面那一段 29军在洗风口 掳获三辆日军坦克 这内容是完全是南辕北侧 那29军掳获日军坦克 这个消息是哪里来 这个消息其实它的来源是这样子 全部就是一张照片引起的 那个时候拍这张照片的是一位叫做 谭永良 是在国军32军军部 他是副官处长 他在1949年之后 曾经发表署名的文章 写了一篇叫做 洗风口宋哲言大刀队 掳获日本坦克之谜 这篇文章 他说在1933年初 常常看战的时候 国民政府得到了情报 说日本军准备要动用坦克来协同作战 为了要让大家上战场看到坦克不会害怕 所以那个时候 32军的军长山正 他就叫参谋做了几个坦克的模型 让大家先见识见识 那个时候坦克很少 谁也都没有看过 所以就看报纸还有海报 根据这些照片的外形 就来做用木头做了一个架子 外面在符上布还有纸 总共做了三个 比真的坦克要稍微小一点 不过从远处来看 就是还是有点像 谭永良说 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而且技术还可以 所以有一天 他从夹坦克的旁边经过 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 于是就找了几个士兵 手持大刀 身背短枪 把这个坦克围在中间 摆出了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为了要达到更逼真的效果 他那个时候还采用了逆观的拍摄技巧 拍出来的坦克 还有战士都是黑色的 只能看清轮廓 像剪纸一样的样子 谭永良他拍完以后 觉得说拍的还真的挺好 所以如果把他发表在报纸上 一定能够对看战起一些助力 所以就把照片寄给了 那个时候天津最著名的大公报 并且著名是宋哲元的大刀队 在喜风口掳获的日军坦克 我只能说这个借位真的借得非常的专业 连媒体都被拐过去了 但是唐永良他是32军 为什么在记照片的时候写宋哲元部 而不写32军 因为那个时候29军在喜风口的战斗中 已经打出了威名 实际上的战斗力也比山正的32军还要强 大公报把假坦克的照片一发表之后 大家当然是一片的叫好 毕竟有图有真相 宋哲元他自己竟然也把他假戏真做 就是派人到天津大公报 去要这些照片分送给大家 大家就真的全部都信以为真 1949年之后 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也就是唐永良 他才发表了真正的署名文章 说出了实情 他的文章里面还说了 他的动机只是出于一时的游戏 根本没有考虑到他的后果 这样讲真的非常的尴尬 你接受这个说法吗 基本上因为大刀队的突袭 损失是很惨重的 我个人也是相信 不可能会辱获坦克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 大刀队的行动很英勇 可是血肉之躯 毕竟是没办法抵抗钢铁洪流 像我们前面提的那本书 就是《长城看战日中档案比较研究》 这本书 它里面引用的日军资料 在袭击的时候 日军某些部队的消耗弹药 可以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 消耗了将近两万发 手榴弹一一三发 手枪子弹25发 说明了的确是有发生近破战 我们这边也举这些例子 也是告诉大家说 日军的数字管理 其实是做的相对精准太多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面对大刀队的夜袭 日军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之内 可以打掉两万多发的枪炮弹 你说大刀队怎么样对抗 就算大刀队配有手枪也是没有用 通常在戏剧就是拿刀 把子弹打掉 但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必须说一个题外话 媒体是乱言乱言这句话 好像不分年代不分地方 然后也不分歌舞生平 或是战火燎原的时刻 大家回来说 长城抗战 它其实还是让中国损失了 相当的土地 那个时候胡适认为 日本因为又获得了 这些这么大量的土地 需要时间来消化 中日之间可以获得 大概30年的和平 有一位记者叫龚德博 他在他所办的救国日报上面说 恐怕三年和平也难以维持 抗日战争的时候 有大刀队深入日军阵营 甚至辱获了坦克 这听起来真的是很威 不过跟事实是有很大的出入 其实在任何的时代背景 宣传都是有存在的必要 我们前面有提到 你可以用客观一点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就像在那个当下 大刀队应该真的有起到 凝聚明星的作用 对不对 我们一开始也举过两位 西北军有接触过的老兵 虽然看起来 大刀队不要说拼子弹 甚至连刺刀都不见得拼得过 可是第29军 毕竟还是真的有认真打过 长城看战 只是最终他们是失败的 不过29军可能都不会想到 他们的大刀队 虽然杀不了几个日本军 可是却坚定了很多人的看日信息 但是他们更不会想到 因为他们根本挡不了日军 所以到了4月的时候 整个前线的部队 基本上已经是溃退 也使得实际知道情况的人 失去了看日的信息 最有名的一位 其实就是曾经高喊 要看日的汪精卫 怎么顾四线又到汪精卫的身上 然后连他都被影响 因为这还是跟29军有关 其实万经卫会有这样的转折 是因为万经卫派他的心腹 陈公博 那个时候北山绕军 陈公博他在苦笑路 这本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一段 他说他到达北平之后 那个时候长城看战 所有的各路军都已经溃退了 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卿 他说一筹莫展 为了要稳定军心 何应卿看到的陈公博 就拜托说 你一定要跟这些将士讲 中央已经有办法 不会要他们做无谓的牺牲 来看看能不能把军心给稳定下来 等于是要他们说谎的意思吗 应该是要他们 想办法安住 为什么要这样的持络 因为长城看战的交换比 有的说法是15比1 刚开始的时候 你还可以靠血肉之躯去撑 久了谁也都顶不住 总之陈公博他说 他对29军的降临就传达了 何应卿要他说的话 中央已经有办法 之后大家就暂时比较稳定一点 可是这个战也实在是没办法再打下去 他自己也看到了前线部队溃败的惨状 回到南京以后 就对关经卫据实以告 他说前方将士还没有看到日军的影子 变先做的牺牲品 因为我们的炮火射程没有日军那么远 纵使有少数的大炮 数量也比不上日本军那么的多 这次的战争实在说 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 军事既然无法解决 那还是走外交的途径 他最后面这段话 军事既然没有办法解决 只能走外交途径 是准备要和谈的吗 是 所以很快的就签订的 唐姑停战协定 对中国而言 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城下之盟 可是也是没办法的事 最重要的是 湾京卫知道了长城抗战 就算是号称勇猛能打的西北军 实际的实力是这个样子 那他更看到的 那个时候 比如说像张学良东北军 他们的战斗力其实也是不行的 所以他就从过去 极力的主战要抵抗日本 慢慢的开始有组合的倾向 在抗战的时候 才会组织南京国民政府 做了所谓的汉奸 其中的转折 就是跟长城抗战有相当的关系 原来你说的影响汪京卫 是这个方式 真的没有想到 汪京卫是个文人 知道大道队的实际情况之后 整个态度都大转变 而蒋介石他是军人出身 在918事变以后 他其实面临各路诸侯 要求抗日的这种呼声 他其实也都忍下来 积极的装备得泻士 也可以说老蒋深深的知道 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 我们现在常常在讲 就是中日战争的交换比是10比1 也就是10个中国军人 牺牲的才能够有一个日本军 看数字很惨 可是如果是跟打掉 湾京卫信心的长城抗战相比 是15比1 如果做这个比较的话 就知道说蒋介石 多争取的这几年 整个中国的军队 其实是又有进步了 所以评良心讲 有准备真的是会有差距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也跟信心有关 这也是媒体 还有大刀进行曲的推播著的 像是天津意识报 那个时候的评论 就把调子拉得很高 他们说十九陆军松赴一战 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人 洗风口的这几场战役 使我们中国人可以重新做人 他的意思我理解了 就是其实战役的影响 不是战役本身 而是在后续 可以凝聚民心的 但是这也是我们的后来的解读 那个时候其实像意识报 这些媒体他们的报道 他们是完全不知道 其实是打了这么的惨 不过严格讲就是 但军人打或不打 其实都是一个两难 碰到的很特别的抉择的时候 那媒体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一位的唱帅 真的万万全全的 把事情给暴露出来 可能很多时候呢 就会变成只有万金威尔 不会有蒋介石 可是呢你调子唱太高了 那也有可能就是把大家做一个全民洗脑 全部都变成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像日本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长城抗战之后才三年多 如沟桥事变就爆发了 这一集的大刀部队真的蛮有意思 从他们的成立 然后到最后引出的坦克之谜 对 那我其实觉得是对宣传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不管是战争时候的宣传 然后政治的宣传 或是媒体的报道 我觉得这一集其实很写实 然后也很讽刺 不过我们平常都听老谈分享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问他一些事情 像是采访老兵的心得等等 因为其实过年快到了 我们会录特别节目 因为想说过年期间 我们不要打打杀杀 我们好玩一点 所以这几集呢 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 可以在留言 我们会挑水人出来回答 你可以问严肃的 也可以问轻松的 但是就不要拉仇恨 好不好 大家理性交流 OK 大家就尽量提问 我们会 还是会筛选一下 因为 对 我们中立中间路线 好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一边 谈兵毒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可以观看 在底下留言交流之外 也能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到Apple的Podcast 给我们留言 以及五颗星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谈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